你最大的 喂 你什麼事 快說快說 喔 我愛你喔 打你的頭啊 血我恨 你太快啦齁 啊真的嗎 我只是要打電話過來跟你說我愛你 你會不會太無聊 是不是有外面call in 沒有call 沒有call in啊 你看我猜對了 你果然第一句話會回說你無聊 第二句話會回說你無聊 你吃飽太行 喂 喂 媽 你在幹嘛 在看資料的嗎 在看資料 我要跟你說一句話 就這禮拜母親節喔 我愛你 母親節快樂 你們是公司規定的 不是 不是公司的事情 沒有啦就是 喂 喂媽媽 這禮拜母親節跟你說母親節快樂 我愛你 你要幹嘛 就跟你說母親節快樂 我愛你 沒有啦 我在上課啊 在上課 對啊 反正你還不愛我 蛤 你喜不喜歡我 不喜歡 不喜歡 蛤 蛤 你知道這禮拜母親節嗎 蛤 蛤 啊我要跟你講一句話 你要聽嗎 你要聽嗎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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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媽媽吵架 然後就是 很對不起媽媽 因為我那時候口氣也不好 因為港島學校有點熱 就是有點煩躁 媽媽沒有跟我提早講說 後會提早到 這禮拜又是母親節 又不好意思 跟你吵架 就覺得自己很對不起 幫我養那麼大 現在媽媽 我心裡也快樂 你在幹嘛 我在睡覺 等下10點打鈔票 蛤 在睡覺 等下10點打鈔票 好啦好啦等一下我要跟你說一句話 母親節快樂 好 10點多打鈔票喔 好 拜拜 好 再見 好 因為我媽媽現在 上班 然後電話不能接 因為剛好這禮拜 只是母親節 那很少用 言語的方式 表達對她的那個 對她的那個 表達嘛 所以我好像說 藉此這個機會 跟媽媽說一句 母親節快樂 我愛你 媽媽 你為什麼這次不接我電話 已經打了兩三桶 然後就只有這一次沒有接 然後 之後 中午我沒有接 然後其他人都有接 然後就覺得 怎麼不接我電話 只有這時候不接我電話 然後 這禮拜是母親節 然後我想跟你說 母親節快樂 然後我愛你 喂 喂 喂 你在幹嘛 我電話啊 怎麼呢 喔 沒有啊 就 就跟你講 這禮拜母親節啊 母親快樂 我愛你 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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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這禮拜 是這禮拜 蛤 是這禮拜好不好 母親節上禮拜 好嗎 你是在床耶 是這禮拜嗎 欸媽 你在幹嘛 沒有啊 你沒在幹嘛 所以你沒在幹嘛 所以你沒在幹嘛 沒有啊 那我跟妳講一句話 喔 就是 不是要母親節嗎 母親節快樂喔 還沒在嗎 對對對 啊 我先說啊 我先說母親節快樂啊 好啊 就為了這句話 對 就為了這句話 喔 好感動喔 謝謝 你好 媽咪 嘿 怎麼樣 媽咪你在幹嘛 你在忙嗎 你在忙嗎 沒有啊 你說 喔 我要跟你說 我要跟你說母親節快樂啊 唉唷 你什麼說 這麼貼心啊 這麼貼心啊 哈哈 喔 對啦 對啦 喔 這個小 這個小朋友怎麼這麼乖 對啊 是 你要不吭 喝 這叫我 你在忙的 一會兒 這叫我 可以 跳